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点出发 往那个建船方向 昨天的话 因为在路上磨蹭了很久 多顿旗都没多雨了 今天刚出来的时候 就在后面那个 呃 便利店买点吃的 所以的话 往下的话 就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东西 今天的话 啊 早点出发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看今天这天气看就不妙 天气一包说是会下雨的 呃 早上出来的话 就随随的 没什么太阳 现在这个温度起起来这么舒服啊 真的挺凉快的 如果是大太阳的话 起起来就很难受了 哦 给大家看看吧 哦 这个泊下是挺陡的 看那边 云城照亮了这个鹅海 现在到了鹅海边缘了 这个天气是真的感觉不妙 总感觉又下雨啊 阴气沉沉的 看到一个徒步的 哎 那这么多东西 这前面果然是一个徒步的 只是没想到他昨天先走弄吗 我还提前修饰 电窗 直接到镜头 我看我还问你是去丽家呢 不去 那边也没什么意思 这太难搞了 你这这么多东西 我修不了自行车了 因为前年的时候走318骑了几天就赶到那个钥匙 对 你慢慢走的啊 因为我朋友那个挑战是从广州骑到拉萨38天嘛 他就是在德青做个回家点吃了啊 不然你 我不在德青做得很重要 对 那德青啊 到西藏哪个检查站要检查的 德青那里坐完进去就去检查站的那个 反正两天时间是够了啊 完了一年多了嘛 一年多 有没有直播的 哎呦 我直播搞不小哎 哦 拆这么看 就比较喜欢看你们的这排床啊 这 这就比较难搞了 那你不拍了视频啥吧 搞不起啊 你有人想站住你哦 你站住你们这些都是大碗 看那个不是那个湖南的那个骑自行车带狗的吗 他们两个就是后面有个大碗哈 湖南 现在又转到了 二一市 大理西湖 下山 狗温泉区 这么多景区 所以大片都是 农田了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挤到了一个增子上 现在已经开始飘马马雨了 比较麻烦了 在这里吃着早餐吧 太饿了 那我就就放这里吧 现在外面就开始下雨了 吃一碗这个米线 我先搬一搬 太饿了 现在都十点多了 刚刚在路上给那个小伙 徒步的 聊了挺久的 聊挺好的 他说前面应该没什么 看看问题 吃饱的话继续出发 这个的话是那个 酸的 要变点 抽点的 大理的 哎呀说好厚 汤都好玩了 挺好喝的 吃完了 刚才吃了一份8块钱的那个米线 挺划算的 比那个大理市集的消费低 我给大家看看吧 已经开始下雨了 麻烦 现在的话 慢慢往前面推吧 钢丝宝 今天的话 再往前面起一点了 比较麻烦了 就下雨 这个雨还是有点猛了 这种风 不过挺凉快的 现在的话是10点多 不到11点啊 太早了 现在的话休息之后 是不行的 如果是下午两三点的话 我可能还会休息 给大家看看吧 我特别喜欢这种山上的小 小镇小村 从这边 上坡好像有点爬坡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海拔图 前面应该是一公里多的上坡 后面的话好像是一款上坡了 这一条的话给大家看看 这旁边这条也是爱要事果的 那边的话是被封闭的 但是自行车可以推进去 这条路的话不过车 这这露营是可以的 从大底出来之后 这条路一直都不好露营 你露营的话只能在马路边 其他地方没什么地方 也没有空房子 现在的话又开始下雨了 今天还有一点推了 给大家来看看吧 中国温泉之城 耳源欢迎你 往那边走的话 应该是耳源深层 但是我还要往这个二十四国道 往前面走 现在下雨下的特别大 这情况有点难搞 突然下大了 比较麻烦了 给到前面找个地方 抖一下雨 今天的话我看这个景况 肯定是到不了溅泉 还有五六十公里吧 这个下雨的话难搞 现在终于抖到了一个躲雨的地方了 这会雨下的相当相当大 我的天呐 就这一个木房 应该是没有缘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雨呢 这边老是被淋雨 这位雨真的是超级大 你看那个响声特别响了 真的我在贵州都没什么淋雨 那个云呢 这个早是淋雨 而且刚才那个山路 没有遮雨的地方 比较难搞 就是这个马路边的一个大板房 特别大 它在里面的话 它里面的话 有那个沙发吧 挺好的 哎呀 这个雨啊 它不停我就不走 等一下 哎呀怎么回事越下越大 果别啊 看我这门可以打开的 这么过就 看来是荒废了 还烧火 有电 可惜了 这个门打不开呀 如果这个门打得开的话 它这里面还是蛮好的 里面还有家居啥的 破旧 给大家看看吧 还好我这个苏波套了这个防水罩 它这个防水罩的防水能力 还行吧 里面是干的 我感谢我这个冲锋衣的话 防水性能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看来还是得穿雨 那那个 松灰一湿了 防水不行 现在还是要雨 你看我这雨吧 我用的这个升级吧 这个里面的话有这个透气层的 穿的比较收费一点 这个雨真的是大部分消停 也是有点难搞 我 这还是昨天买的蛋蛋 今天早上买的 吃一点 今天早上吃那个 我每天的话吃的不是远吧 这个还是早上买的那个甜牛奶 还没喝 现在喝一点 整个雨垫小的就出发了 今天发布打扮 去那个耳元县城 因为那我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到耳元县城才30来公里 哦 现在下午一点半了 这个雨啊 下了半个多小时一下都没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真的挺大的 这么大的雨肯定起不了 哇 这简直是暴雨啊 这么大 给大家看看吧 用这个烤一下火吧 好像这样弄的话它温好一点 不会那么飘 太凉了 这个一下雨 温度就降下来了 身上的寒气特别重 在这里烤一下火 取消软了 可能身上好凉了 真的 一下雨就 叫温降的不要不要的 我真的是 无论想在这个地方待 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可以录影 哎 那个超市的话有点远了 几公里呀 最近的都有三公里 哎有点难搞啊 慢慢把身上烤干 这个雨已经下了 快一个小时了 还没停 现在外面的雨停了 现在外面你看那 雾蒙蒙的 现在变成了麻辣雨了 现在可以骑了 刚才下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下的很大 真的是 我以为停不了 现在赶紧趁机会 马上往前面走了 还有十几公里就到 地方休息吧 这往那个地方再走的话 也就是一些乡镇啥的 我就那样了 我刚准备收拾东西 突然又下了 这真的是难搞 现在这个雨又变小了 继续出发吧 你看我 把这个 这个内档 突然衣服 穿上去了 感觉今天的温度好凉 感觉像冬天一样 突然就下这么大雨 有点不适应 继续出发吧 再几个十几公里就休息了 这个雨实在是没法整啊 太大了 我靠 现在这个天津数 就是有点糟糕 这应该是我 骑行 这么久 第一次 淋这么大的雨吧 还是比较难搞的 温度有点凉啊 手都有点冰凉 这个雨淋着还是有点难搞哦 反正还是有点稍微有点大了 还有十二公里一张目就可以了 好 继续干继续干 哎呀 要离一个小时的雨啊 到这个棚子下面躲一下雨吧 今天这个雨下的太大了 你看吧 好 上半身的话雨 上半身的话没什么问题 下半身的话 这棚子湿透了 难搞啊 然后这下 现在雨还下这么大 还有十一公里吧 刚才的话去了三公里 这边旁边确实是有个小外区 就最近哪个小外区距离我都有三公里 就比较麻烦了 我那个地方露雨的话 也没什么超市附近 除非去县城 现在雨边小了 继续收发 还有十公里 这个下雨是真难处啊 差这么大 我真的是没想到 以为下一点点就不下了 你看这个天吧 天分地暗的 天分地暗的 我给大家看看吧 那个山都被云遮挡住了 这个雾气是真重啊 我的天呐 刚才雨突然下得特别大 真的我又湿了 也是有点难搞 你看吧 都在这里躲雨了 这应该就快到镇子上吧 你看吧 那边还有卖小猪肉的 你看吧 海下这么大 现在雨又变小了 可以出发了 现在的话 有合适的地方 我就落脚了 然后这个天还要这样 有大家看到这个山吗 那边还能看到 这边的话 你看 藤林家务的 现在到镇上了 但是前面几公里 还有一个箱 感觉还可以往前面 再走一走一点吧 现在才上午4点多 接着往前面狗 现在往前面走 希望老天不要搞我了 不要再下雨了 真的是 太阳居然出来了 这不是开玩笑的吧 嗯 有大家看看吗 太阳在那边 现在的话 应该 应该不会下雨了吧 应该不会下雨了 今天真的是有点难搞啊 还被雨淋得不要不要的 真的是 我发现这边挺多 那个温泉酒店的 但那个酒店的话 估计会比较贵吧 我去那个小林找吧 这太阳挺大的 今天的话 淋雨都淋了 好几次了 今天是我骑行以来 淋雨淋的 最厉害 最难搞的一天了 给大家看看吧 这边的话有个火焰山 温泉山庄 我发现他这边 搞温泉的特别多啊 这一块 我的车子放在那里 马上到箱里了 给大家看看这边风景吧 有山有田 有人家 环境还是相当好的 急震区 捡算帮行 那边都有个酒店 温泉 你看温泉酒店 你看就是很贵 很算了 温泉酒店肯定是贵 下面看看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这个镇子啊 这个箱 房屋挺密集的 前面一大堆 这边很多温泉 有卖吃的 还有那个客栈啥的 挺好的 这一块 就在这里了 去从前面上 看一看有没有 我刚才都看到了好几家了 好像有有那个大的店面 可以停车的 让我感觉到价格的话 应该不便宜 慢慢看吧 就越往前面走 这个店面越多 就感觉没什么好放车的地方 我的天哪 再这么走下去的话 我就出这个地方了 好像后见这边好像都没有了 没看到什么 合适的 这里是那个集市了 百行的特别多 客户中心 这边的话 太吵了 再继续往前面走吧 我还不信呢 这全部都是客栈啥的 那个台阶那么高 我的车都抬不过去 他这里的风格蛮复古的 木房子都是很多 这边是吧 还行吧 今天没有 不来 从很远的地方 今天凌雨凌的好惨 哎呀 凌了几次雨突然下大又停 下大又停 哎呀 我开始进入雨季了吗 今天视频的最严重的一天 下大了几次之前都没怎么下大 今天晚上的家找到了 然后刚才正常没地方落脚了 但是我过去 那个老板很主动的很客气的问我 要不要做出 我马上就进来了 真的是 这个房间的话五十块 反正我也不知道多少 老板老板就说我五十 给大家看看吧 这边的话两张床 是不是 是不是挺大的 这么大 装备都挺新 还有饮用水不好 这么美啊 你看吧 叫厕所的话 干干净净 真的 真的 五十块就这样的条件吗 还行 现在的话是下午6点20了 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准备买存就来开饭了 我靠 现在外面还在下雨啊 刚才晴了 突然又下雨了 还好我提前休息了 我靠 这个没有存就来呀 难搞啊 这里有个大潮湿 这里的话 绝对有存就来 存就来蛮好的 准备开饭 这里的天气真的是离谱啊 刚才都晴了 所以又已经下雨了 现在这边的话 也没看到什么特殊的店 不在吃什么 现在这个点的话 都开始收摊了 也下雨了 给大家来看看吗 他这边这个环境有点难搞 他这边的话还是挺发达的 大型操作都有几个 看了那么多 这个的话应该可以 回族饭店 那个 黄牛肉火锅吧 一个人吃不完 那你一个人吃不完 一个人不好吃啊 不会吧 一个人吃火锅 一不好吃啊 可以吧 黄牛火锅 红烧牛肉一碗 饭一碗 给大家看看吧 一碗米饭 一碗这个红烧牛肉 这个是小菜吗 白菜 这个是小菜 兄弟们 开饭了 小瓜先替光 挺软软的 今天下雨 真的真大 几次都下来了 感觉还是比较难搞 明天的话还是有 也是比较麻烦 我明天都不知道 还不要在这里停一天吧 明天出发的话 可能又淋雨 那明天的酱水量好 这不能也几点大 还真不辣 刚才的话 老板 我建议我一个人 吃这个黄牛火锅 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跑中 怕我吃不完 真的是 今天饿的不要不要 我靠 这个应该 这菜吃不习惯 好酸 现在的话 距离西藏 应该不到五块公里 很近 西藏的话慢慢走 到西藏之后 可能还要停留一下 有没有 想到外地的那个行程吗 这雨呢 这边 老是淋雨 也是挺难搞的 这天在贵州都没淋雨 不知道怎么回事 快吃完了 现在的话走一回去了 刚才吃了一个红烧 那个 牛肉吧 43块 其实吃的不是很饱 那个老板不建议我一个人吃那个 黄牛火锅 他怕我 他怕我吃不完 真的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分量 然后的话回去 休息了 今天又是非常奥利给的一天 今天又是非常奥利给的一天